好久没有挑战那种十分烧脑的拼图了 今天我们来玩这款十几难度的十二生肖拼图 它一共有十二块 每片对应一个生肖 先把它们全部倒出来 我严重怀疑这个设计师是属龙的 你看他把龙做的这么大 光他就快占盘子的一半了 而且二师兄做的只有这么小 甚至一只兔子都比他大了好几倍 不过这点都不重要 十几难度一个小时差不多 还是先放最大的 猴子这里比较平 靠边放 这样差的就有点多了 我想起来了 它有可能是按照十二生肖的顺序来排列的 第一个是老鼠 牛 第三个是兔子还是老虎 我记不太清了 这也不对啊 还有这么多呢 这两块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好的搞定了 可惜这里还多出来一块 这个拼头真的是太难了 完全没有思路 剩下两块最小的老鼠放在下面 二师兄放在这里 嗯 放不下 好的 这次真的搞定了 我这个拼法不知道对不对 卡的太紧了 特别是这一块 总体来说 这款拼头的难度还是非常高的 不过我总算没有超时 可遮处武器 中文师 对不对 打算是一块 我们把两个拼头